一个外表清纯的女人内心却阴暗无比,自己刚刚失恋,转头就盯上了闺蜜的男友,小童和小桃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,两人悲伤一起哭开心一起笑,无论大事小事总会陪着对方,两人都很漂亮,不同的是小桃直爽没有心眼,小桃聪明又臣服很深,大学毕业后的两人选择一起工作,这天同事聚会,唯独小桃迟迟没有出现,这是小桃接到小桃打来的电话,小桃蜷缩在家里哭得很伤心, 他告诉小桃,男朋友昨晚还睡在自己身边,此刻却和别的女人举办婚礼,小桃没有想到,那个和小桃经历了八年爱情长跑的男人,会突然背叛小桃,他带着小桃愤怒地赶到婚礼现场,当场揭露了对方的渣男行径,告诉新娘要是打算嫁给这种人根本不会幸福,同事们知情后也安慰小桃,没有和这种男人在一起反而是件好事,可小桃不死心,又偷偷找到对方,原来小桃发现自己怀孕, 他想借此挽回两人的感情,班却一口认定这不是自己的孩子,小桃为此深受打击,他烧掉了两人过去的照片,也选择改变过去的那个自己,这天小桃找到小桃,告诉对方自己不想在公司待着,因为大家都用怜悯的眼神看着自己,小桃决定带小桃去旅行顺便散散心,他让男友小帅开车,两人一路上情绪高涨,小桃却开心不起来,反而更加心事重重, 众人来到海滩,看着小桃和小帅两人嘻嘻打闹的场景,小桃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却又转瞬即逝,两人看到闷闷不乐的小桃,邀请他一起加入,三人踏着浪花笑得很开心,这时小桃正在准备午餐,却发现小桃不见了,担心对方想不开发生意外,吩咐男友小帅去帮忙寻找,果然看到正缓缓往海里走去的小桃, 小帅连忙跑过去一把拉筑,他反问小帅是不是在担心自己,小帅说你可是我女朋友的闺蜜,小桃若有所思,让小帅不要担心,自己不会做那种傻事,两人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聊天,他对小帅说,此时此刻的自己,真的很羡慕小桃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,晚上三人毫无忌讳地躺在一张床上,望着相拥而睡的两人,一旁的小桃却怎么也睡不着,旅行结束送小桃回家,进门看到前男友, 对方说是来拿剩余的东西,被赶来的小帅看到,大骂对方还有脸回来,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,小桃威胁报警赶走了班,小桃担心班再过来骚扰,让小桃搬到自己家里住,小帅也在一旁附和,小桃同意了,这天同事聚会小帅去了洗手间,小桃也跟了过去,他向小帅表达了谢意,知道对方是看在小桃的份上才帮自己教训了班,但也因此让自己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, 随后两人若无其事地回到饭桌上,感情却已经开始变得微妙起来,这个外表看似知书达理,温柔甜美的女人,实则阴暗又有心机,怀孕在身被男友抛弃的他,谋划着为肚里的孩子再找个爸爸,他将目标锁定在了闺蜜男友小帅身上,为此小桃无所不用其极,设法诱惑小帅, 这天小帅发现小桃也对相机很感兴趣,邀请小桃工作结束一起去选相机,两人相约逢街还一起拍照,小桃提醒小帅不要忘了第二天两人恋爱纪念日,当晚在家兴奋地拉着小桃挑选纪念日要穿的衣服,第二天公司里,小桃帮小帅订了鲜花,让小帅把这束花当作礼物送给小桃,还贴心地把工作都揽到自己身上,催促小帅去赴约,可小帅刚要上车,却被小桃叫中, 电脑里重要的文件突然打不开了,明天还要交接给客户,小帅没有办法只能陪小桃回公司解决,这也导致小帅错过了和小桃赴约的时间,小桃很生气,自己凌晨三点就起床精心打扮,小帅却一点没有把纪念日放在心上,两人为子大吵了一架,小帅回到公司看到小桃还在为工作着急,他鼓励小桃一定可以解决,得知小帅和小桃吵架,小桃很自责, 因为自己工作问题害小帅错过了这么重要的日子,但他很感谢对方在这个时候陪着自己,还说会帮忙去找小桃聊一聊,小桃回到小桃家里,屋里一片狼藉,他安慰小桃,小帅并不是故意失约,让他们多为对方想想,小桃也决定给小帅打电话和解,可小帅却并没有接听,他觉得小帅一夜之间好像变了一个人, 折天同事们相约外出聚餐,几杯酒下度大家都已经神志不清,唯独小桃和小帅始终保持着清醒,两人还一起到海边散步,问及小帅是不是像小桃怀疑那样变了心,小帅犹豫了却并没有承认,小桃说女人的直觉想来都挺准的,他选择相信闺蜜,看到小帅沉默不语,他让小帅可以把想说的话告诉自己,而这些话他不会告诉小桃,毕竟总有一些事情, 是不需要告诉任何人的,回到家后的小桃决定搬回去自己住,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,而且还影响了别人的二人世界,小桃只能同意,回到公司后的小桃,觉得大家有事情瞒着自己,但也没有多想,被同事问及打算什么时候和小帅结婚,口上说着没有打算的小桃,私底下间接询问了小帅的想法,小帅却避而不谈,这是我见过最有心机的女人,表面上楚楚可怜善解人意, 却暗中用尽各种手段抢夺闺蜜的男友,这天去餐小桃又把自己喝个烂醉,众人把他送回了家,小桃一觉醒来,发现小桃正躺在自己身边,他希望对方能永远这样陪着自己,小桃问小桃是不是有什么心事,小桃说最近自己确实很苦恼,因为小帅总是回避和自己结婚这个问题,小桃说结婚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,不能随随便便答应,在这之前还是先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你才对, 晚上小帅约小桃见面,表示最近和小桃的关系一直很紧张,询问要买些什么东西,才能让小桃开心,小桃告诉小帅,如果小桃在你心里是不可替代的,他希望两人能够结婚,如果不是那就放手,这样对大家都好,这天小桃被小帅主动约了出来,他心情很好,一直整理着自己的形象,看到赶来的小帅神秘地掏出一个盒子,满心期待地打开,却发现只是一条项链, 但也只能假装开心收了起来,回到家狠狠把盒子扔在了地上,心情失落打电话向小桃诉苦,可对方却一直没有接听,得知小桃最近交了新男友,手上还戴着求婚戒指,看到小桃重新找到了真爱,反观自己和小帅已经在一起五年了,对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,小桃劝小桃再重新审视一下他和小帅的关系, 如果自己还在意这段感情,就好好看住对方,这天吃饭时小帅只顾着低头玩手机,小桃一把抢了过来,发现还设了密码,小帅只说是怕手机丢失泄露工作信息,虽然把密码告诉了小桃,但小桃还是觉得不对劲,他询问同事小帅最近是否有异常情况,同事直言让小桃去问小桃,小桃一头雾水,但他还是找到小桃想知道小帅变心的原因, 小桃说这种事情应该直接去问小帅才对,晚上小帅下班回到家,小桃想主动示好,小帅却显得很不耐烦,夜晚两人背对背躺在床上,小桃失眠了,他想偷偷查看小帅的手机,却发现手机密码已经修改过了,这让白天的小桃根本无心工作,他打算去小帅工作现场看看,刚好发现小帅和前来试镜的模特举止亲密,小桃头脑发热直接闯入工作现场大闹了一番, 他觉得那个模特一定和小帅有染,同事却直接否认了小桃的想法,如果两人真的有关系,也不会这么轻易被你看见,二十年的友情有多容易变质,男友和最好的闺蜜携手背叛了自己,心灰意冷的小桃不知道该如何面对,一个是自己的男朋友一个是自己最好的闺蜜,看着昔日最熟悉的两个陌生人,神情相望依偎在一起,他们是那么的相爱,小桃觉得应该放手成全他们,只是当自己转身那一刻, 大家再也回不到过去了,小桃回到公司辞去了工作,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,本以为就这样轻易退出的小桃,却在小桃和小帅举办婚礼这天再次出现了,他若无其事地向新郎新娘敬酒祝贺,干脆利落地吐了两人一身,随后墨镜衣戴谁也不爱,头也不回潇洒地离开了,可小桃并不打算善罢甘休, 夜晚他一袭白色婚纱找了过来,故意用言语刺激,把手捧花扔给了小桃,希望对方也能像他这样幸福,小桃忍无可忍,两人冒着大雨撕打在了一起,多年的好闺蜜如今闹成这样,小桃却说这一切都是小桃的错, 临走前恶狠狠地告诉小桃,他永远不会过得比自己幸福,可小桃根本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,小桃又为何会这么记恨自己,小桃索性搬了家,彻底远离他们,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,这天小桃去面试工作的途中,不小心撞到一名骑车的男子,好在双方都没有大碍,男子还贴心地为小桃冰敷伤口,原来这名男子叫小骏,也应约来公司面试,两人互相产生了好感,成功在公司任职的小桃年, 年轻漂亮,得到了经历爱哥的亲爱,活动现场爱哥又借机向小桃示好,被同事萍姐看到,这让正在讨好爱哥的她十分嫉妒,不由分说上前就对小桃动起了手,小桃懵了,自己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女人,颓嗓中萍姐不慎落水,爱哥却只顾着担心小桃,还吩咐保安把萍姐带走,这无疑加深了两人的矛盾,小骏赶过来安慰小桃,邀请对方一起去吃晚饭,没想到小桃把全组的同事都叫了过来, 饭桌上同事不敢相信小桃这么漂亮还是单身,小桃说现在渣男那么多,还是一个人的好,小骏笑着说好男人还是有的,大家相互一笑懂得都懂,妈妈询问小骏新的工作怎么样,小骏不禁又想起了小桃,她笑了笑说同事都挺好,被问及要不要买辆汽车方便上班时,小骏拒绝说骑车就行,还能顺便锻炼身体,新的环境新的工作, 还认识了小骏和热情的同事,小桃的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变好,而另一边新婚不久的小帅,生活却瞬间跌入黑暗,她在帮小桃找东西时,无意发现对方早就已经怀孕的秘密,从此嘴上没有说破的小帅,平日里一直刻意躲着小桃,这天小桃刚起床就发现小帅不见了,寻找中她来到小帅在家工作的地方, 却发现房间里挂满了小桃的照片,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再生却被男友抛弃,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她转头打起了闺蜜男友的主意,她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实,用尽各种手段的她,最终得偿所愿和小帅举办了婚礼,可用欺骗的方式抢来的爱情,终究得不到真正的幸福,果然婚后的幸福生活还没持续多久,自己先前怀孕的秘密就被小帅发现,小帅虽然没有直接说破, 可两人的关系却日渐疏远,这让小桃感到了不安,直到她在小帅房间发现了闺蜜小桐的照片,这天小帅的公司接到合作邀请,身为摄影师的小帅来到活动现场,没曾想邀请方就是小桐目前任职的公司,当小桐看到小帅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,她一下子慌了神,还因此影响到了活动进展,好在同事帮忙弥补了差错,回过神的小桐连忙拉走小帅,让对方立马离开这里,小帅为自己伤害小帅, 小桐的行为道歉,这一幕被尾随赶来的小桃看见,她拉着小帅当场秀起了恩爱,还假惺惺地邀请小桐一起去吃饭酗酒,这引起了小桐的反感,当场和小桐发生了冲突,小桐让他们赶紧离开,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,被骂走的小帅碰到迎面赶来的小俊,两人确认过眼神,是情敌没错了,小俊看到被气哭的小桐,贴心地拿出手帕为他擦拭眼泪,小桐害羞了,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随身带着手, 小桐说这是平时骑车用来擦汗的,不过今天这块手帕很幸运,竟然可以擦你的眼泪,不得不说小桐甜言蜜语很有一套,小桐心情瞬间好了不少,然而刚刚被骂走的小桐却再一次找到小桐,警告小桐不要再去纠缠小帅,不然自己一定不会轻易放过,小桐听了气哭打一处来,她直到今天才知道小桐是那么的卑鄙和恶毒, 抢走了别人的男友,还跑来颠倒是非,劝小桐还是好好看住小帅,她完全可以因为别的女人再次选择和你分开,小桐气急败坏打了小桐一巴掌,说小帅找哪个女人都可以,唯独不能是你,小桐想还手却被小桐推倒在地,面前的再也不是那个假装柔弱的小桐了。 小桐回到家把小桐的照片扔给小帅,质问对方是不是很想小桐,为什么最近会变得这么奇怪,小帅终于说出小桐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,小桐狡辩说肚子里的孩子是小帅的,小帅听了更加生气,自己又不是傻子,你怀孕时我们根本没在一起,大骂小桐是个恶毒的女人,害自己失去原本拥有的幸福,小桐说你也没好到哪里去,当初是你离开小桐选择了我, 口口声声说我们才是最合适的,小帅说当初只是被你欺骗蒙蔽了双眼,声称坚决不会接受小桐肚里的孩子,小桐崩溃了,他再一次尝到了被人抛弃的滋味,人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,当小帅得知自己被小桐欺骗时,方才想到了小桐的好,他当场拆穿了小桐隐瞒自己怀孕的秘密,抛弃小桐离开了家,他犹豫再三打算去找小桐,才知道对方已经搬走了。 白天小桐公司里作为老员工的波哥,看不得小桐刚来公司就接到重要项目,还因为私事导致活动现场失误不断,直言经理爱哥不会用人,同组的小黄听了很不高兴,起身维护小桐,还介绍公司的设计师安杰给小桐认识,这时秘书通知小桐去爱哥办公室,波哥趁机在一旁幸灾乐祸,然而爱哥并没有责备小桐,安慰说人无完人,并且错误也及时得到了纠正,还让小桐陪他一起去和客户开户。 这让等着看好戏的波哥傻了眼,小帅回到家发现小桐正等着自己,他无视小桐转身收拾行李打算搬出这个家,得知小帅想去找小桐和好时,小桐很生气,不准小帅再和小桐纠缠不清,可小帅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。 小桐慌了,摸着腹中的孩子恳求小帅不要走,这更加激怒了小帅。 拉扯中小桐被重重摔在地上意外流产,另一边接待完客户的小桐又得到了爱哥的赞赏,夸他不但人长得漂亮能力也很优秀,借口工作为由邀请小桐去吃晚饭。 反桌上不怀好意的爱哥对小桐动手动脚,小桐只能发短信向小郡求救,当面声称小郡是自己的男朋友,勿送两人离开的爱哥内心很不愿,小郡把小桐送回了家,说爱哥明显对你屠谋不轨,劝小桐以后还是尽量少和爱哥接触。 看到小桐似乎有吃醋的意思,小桐内心窃喜,趁机问小桐对自己是不是也有别的想法,两人四目相对气氛爱泪,小桐轻轻亲吻了小桐的脸颊, 他让小桐早点休息起身离开了房间,一只强装镇定的小郡轻轻关上房门,一转身整个人都乐开了花,有人欢喜就有人愁,医院里的小桐从病床上醒来,隔着昏迷时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自己,打开手机也没有一条信息,他身心疲惫回到家。 面对空无一人只剩下孤独和冰冷的房间,缓缓拿起摆放在床头的婚纱照,照片狠心却已经触摸不到幸福,他愤怒地把箱矿砸了个粉碎, 中攀亲离的小桐内心更加扭曲,并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了小桐头上,如果把时间都用来报复别人,那么人生还能剩下些什么呢? 小桐为了报复闺蜜,却再一次被无情地抛弃,还为此失去了腹中的孩子,可内心早已扭曲的他却并不打算收手。 此时毫不知情的小桐正要回家,却迎面遇到来找他的小帅,原来小帅偷偷找到小桐所在的公司,瞎瞎遇到下班的小黑,他声称是小桐的男朋友,向对方套取小桐的居住地址。 小黑也不是什么善类,还真的把住址告诉了小帅,小帅说他已经和小桃分手了,希望小桐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 但小桐不相信,也不打算再和小帅他们有任何来往,虽然他果断地将麻烦关在了门外,殊不知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,这天公司会议上,艾哥以小桐所在小组资源过剩为由,将小郡调到了波哥那边,还特意为波哥那组招募了一位新员工。 这个新员工不是别人正是小桐,他带着人畜无害的笑容,待人温柔礼貌,瞬间就获得了同事们的信任。 内心气愤的小桐将小桃一把拉走,质问对方为什么一直缠着自己不放,小桃声称要和小桐做个了断,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 小桐扬言要让大家知道小桃做过的那些无耻事情,可小桃根本不怕,就凭你我的外表和性格,大家只会选择相信我。 小郡看出小桐和小桃之间存在过节,小桐只说都过去了,劝小郡快回去工作,毕竟现在两人都不在一组了。 小郡说这倒也是,以后就必须要找借口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 还顺便提出晚上送小桐回家,两人亲密地举止被小桃发现,脸上不禁浮现出邪魅的笑容。 公司里小桃还心机地戴上他和小桐的合照,故意被同事看到,波哥说你这么温柔体贴,怎么会和小桐那种人做朋友。 小桃笑而不语,小黄再次挺身而出,直言小桃倒是很合适跟最会拍马屁的波哥做朋友。 气氛顿时尴尬起来,小桃招呼大家一起去吃饭。 小桃趁机问小桐是否真的认识小桃,小桐说只是以前认识,小桃好奇想知道他们闹翻的原因。 小桐不想再提,但他告诉小桃,只要知道小桃不是什么好人就行。 倒是另一边的小桃反过来维护小桐,说他一直就是那种性格和脾气,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。 波哥却并不买账,说小桃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。 看到一脸茫然的小剧,小桃把夜晚一个男人跑到公司,所要小桃住址的事情告诉了他,劝对方不要和小桃搅合在一起。 被问及那个男人是谁时,小桃只说那人声称是小桃的男朋友,小桃却已经猜到那个男人是谁了。 这个女人被男人狠狠摔倒在地以外流产,她无助地躺在地上嚎啕大哭,到手的幸福如今支离破碎,却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了闺蜜小桃头上。 她辞去工作来到小桃任职的公司,外表清纯待人有礼的她,第一时间为自己树立起了好人形象,还盯上了和小桃关系亲密的小俊。 晚上下班小俊按照约定接小桃回家,看到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时,小桃傻了,早知道不穿裙子了。 骑车出行安全第一名,贴心为小桃戴上头盔,两人有说有消幸福甜蜜,这让看到这一幕的小桃很不开心,没曾想刚到楼下,也惦记着小桃的小帅再次出现。 小桃没好气地让对方离开,情敌见面分外眼红,小帅嘲讽小桃竟然和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穷小子交往,好歹也要找一个比自己出色的男人踩队。 小俊说爱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,两人彼此不服争吵起来,却说无果的小桃转身离开。 小帅趁机向小俊挑衅,自己曾经可是和小桃交往五年的恋人,只要稍微付出一些,他就会回心转意。 回去的路上小俊一直考虑着小帅说的话,他害怕失去小桃,回到家主动看起了汽车广告。 俊妈得证儿子内心有了心仪的姑娘想买汽车时,不希望小俊买车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她,劝小俊不要为了取悦别人强行改变自己。 小俊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,但这也引起了俊妈的好奇,到底是哪个姑娘这么大魅力,能让儿子决定改变自己,嘱托小俊改天带回家给自己看看。 另一边小桃的妹妹小娜考入大学,为了上学方便搬来和小桃一起住,还在入学当天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生小莫。 与此同时小桃也没闲着,他主动找到小俊是好,标识也喜欢骑车出行的他,一直也想买一辆,无奈不知道该挑选哪一款。 小桃这招投其所好里是不爽,询问改天自己想买的话,能否约小俊一起去? 小俊爽快答应了,个女人缓缓摘掉手上的婚戒,转头将婚纱撕了个粉碎,众判亲离的他如今很是凄惨,但内心扭曲的他也见不得别人过得幸福,找准机会主动和小俊搭讪, 声称也喜欢骑车出行的他,成功引起了小俊的注意,两人还相约一起选购车辆。 这天由小桃负责的珠宝展览活动如期举行,活动起初进展得很顺利。 可当要展示最后一键压轴手势时,对应的手势却不见了,优势的项链价值不菲,活动也因此被叫停。 小桃怀疑是小桃拿走了项链,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,小桃说是我做的没错,可你也得拿出证据才行。 小桃气坏了正要动手,被赶来的爱哥等人阻止。 得知小桃怀疑是小桃拿走了项链,小桃梨花败于楚楚可怜,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。 波哥也帮小桃作证说他一直陪自己工作,小桃只能拉着大家去查监控,谁知监控画面却突然不见了。 原来波哥和小桃串通一气,帮忙删除了监控录像。 这下手势丢了作案者也无法得知,好在小俊在化妆室找到了丢失的项链。 回家的路上小桃感谢小俊帮忙,不然后半辈子都要用来还债。 询问有没有发现是小桃转移了项链时,小俊觉得是小桃太敏感,毕竟小桃那么做对他也没好处。 直言小桃人挺好的,平时还一直对你赞赏有加。 小桃听了很生气,小桃是什么样的人,只有自己最了解,质责小俊如果觉得小桃好那就去追他。 两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,第二天公司里,爱哥找到小桃,虽然项链找到了,但负责活动的小桃要为此承担公司的损失。 小桃只能叫爱哥开除自己,爱哥说只要你愿意,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 看到小桃拒绝了,回家以后就别怪我对你无情。 心情郁闷的小桃又看到一脸得意的小桃,气上佳气转头离开,小俊见状追了出去,安慰说自己会一直支持你。 小桃也跟了出来,告诉两人上班时间小心被爱哥发现,小桃对小桃说这下你满意了,狠狠地撞开了小桃。 小俊为小桃冒失的行为向小桃道歉,小桃微笑着说没关系,他了解自己的闺蜜。 小桃这个人就是直接了点,看到小俊更加信任自己,小桃胜券在握。 此时小桃已经彻底没有心情工作,交接完工作便起身离开,小俊担心对方要去追赶,却被小桃以手头工作为友,恳请小俊留下来帮帮自己。 小桃没有办法只能同意,小桃留下小俊,自己却追了出去,嘲讽小桃也太弱了,才刚动了一点手脚,就要让你保不住工作了。 小桃忍无可忍将小桃狠狠按在车上,小桃仍然不忘记挑衅,自己往后的手段还有更多,让小桃千万要挺住了。 要过宁静的生活却一直被打扰是什么感觉,小桃感觉自己就要被逼疯了,小桃依然不断挑衅着,说这才刚刚开始。 恰巧小帅这时找了过来,小桃想到了回击的方式,故意和小帅依偎在一起,效果很明显,小桃一时悲弃地说不出话,但这一幕也被远处的小帅看见,眼看目的已经达到,小桃下车要走,小帅恳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,认识到小桃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那个人。 小桃犹豫了,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,另一边小娜在学校参加交流活动,做游戏时不小心和小莫亲到了一起,两人为此感情也迅速升温,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 夜晚小帅应约陪小桃选购了一辆自行车,小桃送小俊回到家时想借用一下洗手间,俊妈看到礼貌又漂亮的小桃很是喜欢,亲自做了点心给小桃吃,小桃嘴巴就像抹了蜜,直夸得俊妈开心地合不拢嘴。 夜晚小桃和朋友谈问起小桃的事情,她不明白小桃为何一直找自己麻烦。 朋友给出结论,小桃就是单纯人品有问题,小俊应约来接小桃,小桃一阵炫耀,还说这是自己的新男友。 白天小桃和小俊在公司讨论自行车的事情,两人表现得很亲密,小桃怒火中烧,转身回到办公室端起一杯热咖啡,假装不小心撒了小桃一身。 当着小俊的面小桃不好发作,小俊想帮忙擦拭,被小桃一把抢去,她狠狠地帮小桃擦了一顿,还把衣服扔给小桃穿。 讽刺小桃向来都喜欢别人的东西,愿意编小娜和小莫相约一起吃饭,小莫关心小娜课程进度,小娜沉急撒娇让小莫帮自己补习功课,两人还互相喂饭好不恩爱,公司里爱哥冷落了小桃,将摩托车站活动交给小桃负责,大家一起热情讨论着活动内容。 这时看到小桃进来的小桃,故意把笔扔在地上,和小俊来了次亲密接触,晚上小桃送小俊回家,主动提出去小俊家吃饭。 却意外得知小桃之前已经来过了,小桃越想越气,饭桌上表现得很不开心,没吃几口就转身要走。 小俊不明所以追了出去,得知两人是一起买自行车才顺路回家时,小桃只觉得可笑,小桃向来都很懒,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还要骑车上班。 小俊却说人都是可以改变的,这惹怒了小桃,如果喜欢小桃就直说,不然以后就不要再和小桃接触。 小桃也生气了,虽然不知道小桃是好是坏,但起码没有像你一样给自己妈妈脸色看。 两人为此不欢而散,小桃驱车回家,没曾想坏事成双,车子也坏在了半路上。 白天小桃把衣服还给小桃,但其他的就不会还给你了。 小桃表示不会让小桃得逞,可小桃自信满满,他才是那个会笑到最后的人,到底是有多恨一个人,才会不顾一切也要毁掉对方的生活。 这天临下班时外面下起了大雨,同事知道小桃车坏了又没带雨伞,询问是否需要开车送他回家。 小桃故意拒绝想看看小俊的反应,小俊也确实担心,拿起雨伞要去追赶,却再次被小桃以工作为由留在了公司。 这时小桃等来了电话,却是小桃打来的,说小俊短时间内是不会出来了,自己回家记得注意安全,毕竟这雨还挺大的。 看着小桃得意的嘴脸,小桃气冲冲地跑了出去,晚上小娜发短信给小桃,说自己要晚点回家。 他和小莫约好去看电影,聊天中还得知对方也有一个姐姐。 小桃浑身湿透回到家里,看到只有小白陪着自己,内心不免有些失落。 与此同时小俊迅速处理完工作,拿起雨伞就要离开,他一直心系着小桃。 这是刚洗完澡的小桃听到敲门声,还以为妹妹小娜回来了。 谁知近来的却是小帅,他再次恳求小桃和自己和好,发誓再也不会抛弃小桃。 面对甜言蜜语,仿佛中小桃被一把抱住,这一幕却让赶来的小俊看了个正着。 看到小桃如此在意小俊,小帅很生气追了出去,表示小桃已经和自己复合了。 让小俊死了追小桃的心,小俊也放出狠话,不管你说什么自己都不会放手。 小帅遭到挑衅给了小俊一拳,喊言小桃和自己才是最合适的。 这时换好衣服的小桃也追了出来却不见小俊,骂小帅没资格干扰自己的生活。 小帅却不管,他要证明自己一定比小俊强。 小桃打电话给小俊,解释自己和小帅真的没什么,小俊只说现在太累改天再谈。 这时小娜约会结束回到家,得知小娜才刚刚入学就交了男朋友,劝告小娜不管跟谁在一起一定要先看清楚。 不要跟自己一样被爱情蒙蔽了双眼。 这天会议上小桃向众人介绍活动计划,赢得了众人的肯定和掌声,还趁机向爱哥提议,安排小桃负责联系明星出席活动。 在别人看来小桃是个不计前嫌的大好人,但只有小桃知道没那么简单,可由于涉及到工作需要,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接受。 会议刚刚结束,小桃便迫不及待地想去找小俊解开误会,干脆跟着一起跑到男洗手间。 解释那晚是小帅主动找了过来,自己根本敢不走他,看着诚意满满的小桃。 小俊选择相信他,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。 活动当天小桃被告知,自己确认好的明星行程,已经被人提前通知取消了。 得知通知的人还是一个女人时,小桃已经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了,只是没想到对方为了让她出丑,不惜毁了自己一手筹划的活动。 手不一定生情,但必定见人心,不管过程有多美好,时间总会说出真话。 车站活动已经开始,需要出席的明星却一个没来。 小桃还在等着看小桃笑话,这是小俊骑车带着小桃闪亮登场,小桃还亲自当起了车摩登台表演。 小桃他太会了,效果竟然出奇的好,起分瞬间就被带动起来。 合作商看了也直呼满意,可波哥很不开心,自己负责举办的活动却被小桃抢进了风头。 他以活动没按计划进行为由,找起了小桃的麻烦,两组人争论到底是谁故意推掉了明星行程。 小桃表示他是不会拿工作开玩笑的,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,争执中爱哥赶到。 但他没有批评小桃反而夸赞他今天表现得很棒。 还说有客户指定找他一起合作项目,没能让小桃出丑,反而再次得到了爱哥的信任。 搞是二人组表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 仓促中小桃被爱哥拉了出来,但包还在后台没拿,爱哥催促小桃快去和客户见面,会让同事帮忙把包拿到公司。 小桃因此一直联系不上小桃,小桃趁机邀请小桃一起离开。 而爱哥所谓的客户核心项目,竟然是小帅和他的个人摄影展。 小帅说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真爱,要展示的作品正是小桃本人。 看得出来小帅为了证明自己,也是煞费苦心。 小桃差点就沦陷在小帅的攻势下,可当他回忆起以前对方伤害自己的行为时, 又想到和自己交往的小巨,最终还是理智占据了上风。 另一边小娜在学校活动中弄脏了衣服,小莫带她回家找到姐姐的衣服换给她穿,并且第一次主动亲吻了小娜。 姐姐保持了理智,小娜却沦陷了,她亲密地依偎在小莫身边,询问对方会不会离开自己。 小莫却借口回避了这个问题,小桃再次跟着来到小帅家里,看着饭桌上彬彬有礼,和妈妈有说有笑的小桃,不禁想起同样也是来吃饭。 小桃却给妈妈脸色看的场景,内心只觉得不是滋味。 晚饭过后小骏送小桃离开,小桃却突然改头要回公司一趟,说客户临时通知,明天就要拿到今天的活动录像。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时间紧迫,小骏只能陪小桃一起回公司处理,打着工作的幌子创造机会,这招也是屡事不爽。 看到小骏为自己加班,贴心买了零食和啤酒,小骏拒绝说自己从不喝酒,小桃却亲自打开送到小骏面前。 还不忘加上一些暧昧的小动作,全对方全当是为了自己才喝的,看到小骏同意了,小桃很开心,这离自己的计划也更近了一步。 这是我见过最阴险的女人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小桃不遗余力地向小骏示好,趁着对方不胜酒力,干脆直接表白。 说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两人很合适,问小骏是否相信命中注定,小骏觉得尴尬借口想去洗手间,却再次被小桃拉住不要回避问题。 还说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小骏了,几番交锋小骏最终不敌诱惑,好在中途再次清醒了过来。 他连忙向小桃道歉转身跑进了洗手间,眼看就要成功却功亏一篑,恰巧这时小桃借用妹妹的手机打来电话,小桃看小骏不再顺手接了起来,听着电话那头小桃慌忙解释着没拿手机时,不禁笑出了声,挑衅说明明工作早就已经结束了,可小骏还不让自己回家,这是为什么呢? 说罢便挂断了电话,小桃再也待不住了,趁着小骏还在洗手间清理身上的口红,小桃故意把自己弄得凌乱不堪。 他知道小桃一定会来,还顺便把饮料撒了小骏一身,借口为小骏去洗衣服,面对执意要这么做的小桃,小骏再次妥协,而这耐人寻味的一幕,也刚好被气冲冲感到的小桃看到,忍无可忍无需再忍,一把拉走小桃按在打印机上,顺便帮对方来了几张表情特写,却被小骏一把推开,声称小桃对自己并没有做什么,倒是小桃的行为太过分,大骂对方怎么这么恶毒,不管小桃如何解释, 小骏依然丢下了他陪着小桃离开,小桃心里好委屈,小骏还贴心地帮小桃擦拭伤口,看着对方因为自己伤成这样,过意不去向小桃道歉。 小桃说这并不是小骏的错,坦言是自己不好,才会让小桃这样对待自己,这一招楚楚可怜很管用,果然得到了小骏的安慰。 小桃顺势靠了上去毫不得意,而此时的小桃只能蜷缩在家里,满满的心痛与委屈却无人诉说,他好久没有哭得这么伤心了。 这还没完,第二天公司里,众人发现到处都贴着小桃被羞辱的照片,小桃当即哭倒在地,大声质问小桃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这瞬间让小桃成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,其中也包括小骏,可自己百口莫辩,爱哥警告小桃不要因为私事影响到工作,倒是被叫来的小桃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,表示不会放在心上。 毕竟小桃上次就是因为这个脾气才丢掉了工作,还感谢爱哥没有难为小桃,真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领导,只不过小桃马皮拍得太狠,被一旁的嫔姐看到,跑来警告小桃不要像小桃那样缠着爱哥,不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 小桃表面乖巧地答应着,被地理脸上却写满了不屑,愿意变小黄和欧姐关心小桃,但当小桃直言自己确实打了小桃后,两人也觉得小桃不该动手,虽然小桃说小桃是最有应得,照片也是他耍的手段,但两人还是不禁开始怀疑,是否要相信小桃说的话,一定是有多么丧心病狂,才会不惜损害自己的形象,也要达到报复别人的目的,这确实也让小桃在公司的处境岌岌可危。 这天小桃来小桃公司开会,指定小桃负责自己举办的摄影展活动,爱哥别有用心地指派小君负责活动的公关事宜。 小桃气冲冲地找到小桃,斥责对方才刚和自己离婚,就总去护着小桃,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感受。 小桃嗤之以鼻,和你之前的手段相比,自己做的根本不算什么,小桃扬言绝对不会让你们两个好过,不敢相信小桃竟然恶毒至此,小桃却说自己之所以会变成这样,全都是因为你们。 小桃只觉得可笑,告诉小桃完全就是自作自受,既然你见不得我好,我就偏要过得很幸福。 这场交锋小桃难得败下阵来,小桃找到小桃邀请对方和自己去会展场地看看,小桃没有办法只能答应,但自己现在心烦意乱根本无心工作。 小桃提议一起去小桃家里坐坐,这时小娜带着小莫回家拿姐姐的衣服,碰到也回到家里的小桃两人,想趁机介绍小莫给姐姐小桃认识,小莫却很紧张,借口怕小娜被骂躲着不见,已经在公司被孤立的小桃,觉得现在也只有小桃肯相信自己。 谈话中问及小桃和小桃分开的原因,小桃便把小桃带回了家,拿出小桃的怀孕手册给她看,说小桃和自己在一起之前就已经怀孕了, 还欺骗说自己是孩子的爸爸,但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却无从知晓,小桃这才知道小桃有孕在身,觉得这可能也是小桃会这么恨自己的原因。 孕一边俊妈想在生日那天让小俊带小桃过来,小俊同意了,白天骑车去上班,被小帅一个纸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,来到公司看到受伤的小俊,小桃主动帮忙包扎伤口,就当是为第一次撞到对方赔罪,两人的关系刚刚有所缓和,小帅又赶来搅局, 还故意表现得和小桃很亲密,勾心斗角在两个男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这是小桃看到小帅活动要展示的作品,后期打开才发现,这个主题为真爱的摄影展,几乎全是小桃的照片。 晚上小桃想借着送小俊回家的机会,告诉他小桃的真实面目。 这时小桃却突然打来电话,小桃并没有接听,他将小俊拉到家里。 然而话才刚刚说了一半,小桃又不停打电话给小俊,恳求对方帮忙让小桃过来找自己,想彻底解开和小桃的矛盾,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。 原来他无意间看到小桃带小俊回家,一路尾随并故意拨打小桃电话,看到对方并没有接听。 不经心生一计,他要彻底终结小桃和小俊的关系。 这个女人太坏了,表面上表现出和好的姿态,内心却早已谋划好了要伤害对方的计划。 小俊却说小桃去和小桃兵事前嫌,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,但这样后下去对彼此也没有好处。 小桃虽然一百个不情愿,还是跟着小俊找了过去,小桃张口就向小桃道歉,说自己一直都把小桃当作是最好的朋友,真的不知道对方和小俊在恋爱。 反口又说自己是真的喜欢小俊,没办法控制内心不跟小俊在一起。 看到小桃又来这一套,小桃瞬间被激怒,扭打中两人一起掉进水池。 小俊却选择站队小桃,觉得小桃是真心想要道歉。 小桃大骂小桃活该,两面三刀的家伙。 小桃却觉得小桃心狠总是借机欺负小桃,看到小桃又装作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扬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多么歹毒的女人。 但小桃疯狂的举动也再次让她和小俊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。 小桃回到家当即联系小帅,问对方是否能把她和小桃婚礼的照片拿给自己。 小帅嘴上答应着,临见面时却又反悔了,她偷偷撕毁了照片,谎称找不到了也不想再找。 告诉小桃没必要这么做,就算拿出证据,不相信你的人依然不会信你,小桃只能作罢。 她再次找到小俊,恳求对方如果真的还喜欢自己,希望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,都能够选择相信自己。 小俊还在考虑,看到小帅过来趁机回避了问题,小桃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 小帅趁机安慰,不管别人是否相信你,自己都会一直站在你这边。 而公司里波哥和小黑也在不断挑唆着小桃和爱哥的关系。 这让平姐对小桃的误会也越来越深,她当年找到小桃对质,小桃只说是爱哥主动过来纠缠,劝对方还是管好自己不要再到处发疯。 气急败坏的平姐又看到会展里小桃的照片,她赶走了现场工作人员,还缓缓掏出了一把美工刀。 深夜小桃见小娜还没回家, 打电话对方也不接,只能在楼下守着,得知小娜又和别人出去约会,警告对方现在坏男人很多,不要总把心思用在恋爱上。 小娜却觉得小桃啰嗦,让对方还是管好自己再说,姐妹俩不欢而散,关系也变得落化起来。 第二天会展正式开始,小帅向大家介绍此次会展的核心作品。 但幕不揭开后,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张面目全非的照片,还用红色水笔标注出坏女人的字样。 这下活动彻底搞砸了,爱哥很生气,得知一切证据都指向了平姐时,他气冲冲找到对方。 平姐说自己确实有这个想法,但他并没有去做,可爱哥不相信,他当场开除了平姐。 而事实上也并不是平姐做的,他害怕这样的行为会让爱哥开除自己。 由于再三还是离开了现场,此时小桃却缓缓从藏深处走了出来,他可太想这样做了,又能趁机嫁祸给平姐。 简直一举两得,生活里总有一些背后捅刀的人,他们让你悲伤,让你咬牙切齿。 而小桃正是这种人,他再一次成功羞辱了小桃。 平日里嚣张的平姐也因此被开除。 小桃众人无不幸灾乐祸,平姐觉得是小桃故意毁了照片陷害自己。 小桃只觉得离谱,懒得和他争论,但他不打算善罢甘休。 得知公司里和小桃最不合的非小桃莫属,吩咐小黑盯着他们,一有情况马上告诉自己。 这天小娜发现小白生病了,小桃便将小白带到公司,打算下班带他去看病。 可爱的小狗瞬间引来众人的喜爱,其中也包括小桃。 小桃见状一把将小白夺了过来,他不愿意小桃沾染自己身边的任何事物。 不服气的小桃立马追上小桃怀疑颜色,谈言是自己划烂了你那张照片, 看着对方费尽心机咬着自己不放的嘴脸,询问对方是不是因为怀孕的事情才这么记恨自己。 质问现在又不停被小军示好,难道又是为了给孩子找个爸爸吗? 小桃说看来小帅只告诉了你一半,他还害自己失去了肚中的孩子,并把这一切都怪罪在小桃头上。 小桃懵了,这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? 被小桃问及真的没想过赢自己一次时,小桃失口否认,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 小桃却大骂小桃撒谎,你对我做过的事情绝不会忘记,声车小桃也会像自己那样失去一切。 抬头看到缓缓走来的小军,告诉小桃游戏现在正式开始, 一把拉起小桃的手强行放在自己头上,装作被欺负的样子。 果然被小军看了个正着,则怪小桃怎么又找小桃麻烦。 面对这令人无语的场景,只能强忍委屈找到小帅,只问对方为什么害小桃流产。 小帅说自己不是故意的,那天两人吵架,是小桃不小心跌倒。 一肚子委屈的小桃再也忍不住了。 哭诉为什么小桃把别人对他做过的事情,全都怪在自己头上, 简直就要被逼疯了,小帅也不知该如何解释,只能安慰小桃,自己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 小桃也顺势发泄着自己的情绪,哭得好不伤心。 这一幕却又被追来的小军发泄,两人不信任的裂痕也越来越大,公司里大家都去吃午饭。 小桃却借口单独留了下来,他看着小桃真是的小白,不仅又浮现出更加阴暗的想法。 他趁人不注意抱走小白,竟然狠心地将他丢在了车来车往的马路上,看着生病在身,瑟瑟发抖的小白。 不禁感叹小桃只狠毒,这么可爱又无辜的小狗兜下的去手,这时众人发现小白不见了,迟迟找不到只能通知小桃。 小桃匆忙赶来到处呼唤着小白的名字,小白终于听到了,他想回到主人身边却为时已晚。 随着车辆急迟而过,只剩下一幕惨剧呈现在众人面前,生活里仅存的陪伴也死在了自己怀里。 小桃彻底崩溃了,是有多恨一个人,才会不惜摧毁对方身边的所有。 小桃抱着怀里死去的小白悲伤不已,得知中午大家都去吃饭,只有小桃在办公室时,他发疯般地询问小桃在哪。 小黑告诉小桃跟着小郡一起走了,而此时小桃正和小郡一起陪郡妈庆祝生日, 两人还贴心地准备了生日礼物,这时门铃响了,小桃已经气到失去了理智,直接冲了进来对着小桃大打出手,还把菜汤到了对方一身。 小郡强行将小桃拉了出去,小桃抱怨小郡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,可小郡不管,直言小桃不仅毁掉了妈妈的生日,也毁掉了两人的感情。 郡妈也敢来说家里不欢迎这么粗鲁的人,小桃被狠狠地关在了门外,小郡送小桃回家,小桃借口受到惊吓身体不舒服,恳求小郡留下来陪陪自己,还顺势扑到对方怀里。 一阵言语挑逗,小郡却把持住了,吩咐小桃早点休息,自己会在客厅守着。 闲来吴时翻看书本,却发现很多被划烂的小桃照片,想到摄影展同样也是被划烂的作品,内心不禁产生了怀疑,另一边悲伤不已的小桃也只能找到小帅倾诉。 小帅趁机赖在小桃身边不走,被小桃借口关在了门外,第二天醒来,无意间发现小帅和小桃的婚礼视频,他偷偷拿走了优盘和怀孕手册,并匿名把这些内容群发到了公司里,内容警报很快便在公司里传开。 得知小桃表里不一的同事们也各种冷嘲热讽,小桃终于狠狠地反击了一次,而随着了解到越来越多真相的小剧,也开始疏远小桃,并找到凭借想了解摄影展那天发生的事情。 小桃眼看事态对自己越来越不利,主动向同事哭诉上一段婚姻的不幸,不但遭到丈夫的背叛,还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孩子,演技在线加上楚楚可怜,瞬间博得了吃瓜群众的同情。 被赶来一脸冷笑的小桃发现,只能终止表演接口离开,但效果还是达到了。 舆论瞬间又倒向了自己这边,众人又开始斥责发视频的人,觉得不该这样挖人伤痛。 折贴小娜又约小莫一起去看电影,小莫却一反常态提出买些蝶片回家看,两人回到家里顺利成章打了扑克。 虽然小莫始终显得有些怪异,但沉浸在恋爱里的小娜并没有多想,第二天照常来到学校,却发现同学们都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。 与此同时正在公司开会的小桃,看到小桃不怀好意地朝自己走了过来,身上还穿着小娜之前借来的衣服,觉得事情不对劲,别忙打电话给小娜,才知道已经出事了。 太歹毒了,不惜利用亲弟弟来满足自己复仇的欲望,小桃回到家看到哭泣的小娜,询问后才得知妹妹被人偷拍了不雅视频,还被到处散播,得知妹妹的男朋友叫小莫时,小桃才回忆起很久以前曾经见过这个小莫,对方正是小桃的亲弟弟。 而得知小娜视频被疯狂散播的小莫,也不禁开始回顾整件事情的起因,那天小桃告诉小莫自己和小帅分手了,而这一切都是小桃造成的。 她假装顾问小莫的学校生活,故意提出让小莫去追求小桃的妹妹小娜,然后再把对方抛弃,用来弥补自己受到的伤害。 这天又以小桃在公司散播自己婚礼视频,害得自己没脸见人为由,让小莫也以同样的方式予以还击。 小莫起初很犹豫,但小桃一再强调小桃是如何欺负自己,还害得自己流产失去了一切,受到怂恿的小莫最终答应了姐姐,偷偷录下了小娜的不雅视频。 但没想到说好只发给小桃的视频,现在却被小桃拿去到处散播,这时小桃找了过来,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对小娜做出这种事情。 小桃却说是小桃对不起自己在先,表面装成好闺蜜的样子,却偷偷在班背后说自己的坏话,害自己失去了一切,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,也要让你全数奉还。 小桃不明所以和小桃争执不下,被小莫拉了出去,小桃趁机告诉了小莫所有事情的真相,也让小莫知道姐姐小桃原来一直都在欺骗她。 小桃自己做了那么多莫处事情,只是被亲姐姐利用当作复仇的工具时,一气之下推开小桃离开了家,而随着视频事件被传播,影响到了学校的声誉。 小娜因此被学校开除,但小莫却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画面中的男人是她,没遭到任何处罚。 小桃为此愤愤不平,她按照小桃的说法找到了班,想知道对方和小桃分手的真正原因,了解到当年因为她神志不清的状态下,无意泄露了小桃交往多名男友的黑历史,导致班觉得小桃私生活混乱,才决定和小桃分手选择和别的女人结婚时,她终于知道小桃为什么会那么记恨自己了,复仇的目的是让敌人痛苦,殊不知换来的结果也并不是真正的快乐。 小桃内心愧疚去找小娜道歉,但小娜受到的伤害实在太深,表示永远不会原谅对方,无法释怀的小桃只能找到老师,选择用退学来弥补自己的过错。 在公司举办的宴会上,小桃一身黑色礼服闪亮登场,瞬间便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,她私下拉走小桃,表示已经决定辞职,想把两人之间的事做个了结。 小桃却觉得可笑,事情依你而起,不是你说结束就能结束,小桃不想再让更多的人牵扯其中,询问对方要怎样才肯收手。 她让小桃在众目睽睽之下害自己走光,让小桃成为所有人指责的对象,这还不够,声称一切还没结束的小桃,又故意让小桃在大家面前欺负她。 再次加深众人对小桃的误会,做完这一切的小桃只能顶着无数的骂名默默离去。 小桃告诉小桃两人以后再也不见,小桃也祝贺小桃,让她好好享受自己现在的人生。 两人互相伤害的行为也终于告一段落,神知两人恩怨的波哥看出了端倪,问小桃的行为是不是她一手策划的,虽然没有得到回复,但她已想好日后对付小桃的手段。 然而此时虽然成功复仇的小桃,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,回到空空如也的家里。 弟弟依然没有回家,不得不说复仇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,想要达到目的,总要有所失去。 另一边伤心欲绝的小桃,只能找到小帅寻求安慰,说自己真的认输了,觉得过去的一切行为都没有任何意义。 回到家里看到小娜正在默默地收拾行李,美心遭遇创伤外加被学校开除的她,只能独自回老家愈和伤痛。 小桃既心疼又自责,觉得都是因为自己才害的妹妹被连累,她本想报警,但不想妹妹再受到二次伤害。 小娜也瞬间成长了不少,口上一直说着没关系,姐妹俩只能抱在一起伤心的流泪。 随着小桃的离开,公司里小桃成了爱哥重点提拔对象,并再次提议让小桃负责接下来的重要项目。 伯格连忙冲小桃使眼色,希望对方能够拒绝爱哥的提议,没想到小桃却欣然接受了,这引起了伯格的不满。 他私下找到小桃,威胁说手里握着小桃的把柄,劝对方不要故意和自己作对。 没想到小桃丝毫不拒,转头再次当众羞辱了伯格一番。 伯格积极败坏只能向萍姐告状,夜晚萍姐对着小桃就是一顿揍。 警告小桃离爱哥远一点,内心气愤回到家里,弟弟小莫终于回来了,得知对方竟然瞒着自己申请退学。 两人再次发生争执,小莫却已经从心底恨透了小桃,他要彻底和小桃断绝关系,搬出这个家。 而这也是小桃不惜一切去报复,需要付出代价的开始。 这个女人执念太深了,不想承认自己的处境,也放不下自己的心结,结果只会输得更惨。 她看着自己和弟弟的合照,王日的姐弟情深,如今却变成了仇人。 两人再也回不去了,小桃找到爱哥,为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事情道歉,并正式递交了辞职申请。 爱哥想挽留小桃,但小桃去意已决,她找到同事表示感谢,和他们做了最后的告别。 唯独和小俊之间始终保持着沉默,可自己刚走却又被小桃叫住,以为小桃又来耍什么手段。 小桃职员以后只会在爱的人身上去花时间,不会再和小桃纠缠不清。 紧接着她又去了小俊家,为上次冲动的行为向俊妈道歉,明白坏脾气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。 俊妈也为小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欣慰。 两人冰释前嫌,得知小桃专程来家里道歉。 小俊也很高兴,为此她连夜找到小桃,却得知小桃决定搬去和小帅一起住。 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,那么现在我也不再需要你了。 小俊解释说自己会那样做,是因为彼此还了解的太少,她恳求小桃再给自己一次机会,可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多的机会可给。 她依然决然离开了小俊,转身上了小帅的车。 这天公司会议上,小桃再次争取到了公司项目,看到小桃一次又一次踩在自己头上。 伯格威胁对方不要逼自己下狠手,小桃却丝毫不打算退让。 伯格威胁对方也一不做二不休,将小桃之前做的所有坏事在公司里大肆宣传。 走投无路的小桃只能找到爱哥,声称过去之所以那么对小桃,都是受到了伯格的威胁。 现在又逼自己转让项目,不然就让自己好看,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,可爱哥并不打算相信小桃的一面之词。 小桃却表示只要肯相信自己,无论做什么都可以,这正中了爱哥的下怀。 两人还相约外出,却不知这一切早已被同事盯上,并拍下了他和爱哥私会的证据。 而伯格在小桃的手段之下,也被爱哥随便找了个理由赶出了公司。 为此他和爱哥大吵了一架,只能在同事幸灾乐祸的注视下打包离开。 可他并不打算善罢甘休,运一边小帅见小桃选择回到自己身边,借机向小桃求婚。 可当盼望已久的求婚戒指真的呈现在自己面前时,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 这天夜里,小桃听到有人敲门,还以为是弟弟小莫回来了。 没想到却是平姐带着众人找上了门,原来平姐看到了小桃和爱哥私会的视频,加上之前嫁祸给自己的事情,心账就账一起算。 小桃索性让他们放马过来,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,殊不知对方也绝非善为。 早就准备好了要对付小桃的手段。 这个女人太惨了,拥有娇好外貌的她,却被别人毁了容,惹下火端的她先是被强迫拍下不雅视频。 紧接着又遇到前来报复的波哥,没曾想对方直接毁了自己的脸。 医院里小桃无法接受被毁容的事实,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自己亲手造就的。 小军看在相识一场去医院看望了小桃,弟弟在得知小桃的遭遇后也选择回到了姐姐身边。 但此时小桃的内心却再度被复仇的欲望填满,他偷偷购买了枪支,计划着更加疯狂的行动。 另一边小桃想让小帅陪自己去医院看望小桃,小帅一步想及外生之为由拒绝了小桃,他只能单独赶到医院,却发现小桃并没有待在病床上。 与此同时小桃让弟弟开车送他来到小帅楼下,狂称至上楼拿些东西就走。 小桃回到家,发现小桃正坐在客厅里,升车要和小桃做个了断的他,威胁小帅朝小桃开枪才能保住性命。 小帅竟然真的扣动了扳机,好在枪里并没有子弹,小桃只是为了让小桃知道他还是输了,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。 气急败坏的小帅趁机上前抢夺武器,纠缠中手枪走火刚好击中了上楼来找姐姐的小莫。 眼看闹出了人命,小帅首先想到的就是撇清责任逃离现场。 小桃也看清了小帅的真实面目,两人彻底一刀两断,小桃抱着奄奄一息的小莫,不停地道着线说自己知道错了,却为时已晚,再多的悔恨都挽回不了已逝去的生命。 与此同时公司里的斗争还在继续,平姐找到爱哥试图回到公司上班,但爱哥不想把一颗定时炸弹埋在自己身边,他拒绝了平姐的请求,转而决定让小黄胜任策划主管。 这引起了小黑等人的不满,又计划着除掉小黄这个障碍,却为了被小黄抢先了一步,把他们偷拍视频的事情告诉了爱哥,害人中害己,终究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 小桃因为小默的死大受刺激,精神也变得失常,看着本带有着美好人生的小桃,执念于两人的恩怨落到这般下场,于心不忍想去道歉却遭到疯狂的攻击。 小郡完生赶来阻止受了伤,小桃依然没有得到小桃的原谅,好在小郡现在彻底理解了他,两人已经坎坷,终于选择彼此信任,赛翁施马言之非福,不要执着于失去,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而无休止伤害他人的小桃,只能在悔恨中悲惨地度过余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